大家好,我们的主题是 不同吸附载体矿物对于白虾饲养水质的影响 我们的实验总共是使用了费石、麦泛石和活性碳 而云母能以较低的价格达到相当的效果 这边是我们的研究过程和方法 我们实验物种是选择使用白虾 而我们的实验设置是分别使用了打气组和循环组 我们进化水质所选用的素材都是使用粉末状的 而我们每天都会固定监测水质 这边是我们的亚甲基然吸附实验 我们可以发现第四天后活性碳和云母的效果最好 麦泛石效果其次,费石效果最差 这边是我们的第一阶段 没有添加光合菌,添加了不同四种的吸附素材 那我们是使用自制的吸光度 而我们测量出来的Lux值如果素质越高的话 代表水质是越干净的 那我们可以发现在第三天以后呢 我们的吸附素材的效果都明显提升 这边是我们的第二阶段 有添加光合菌 那在第三天的时候 我们的吸附素材效果也都是比较好的 这边是白虾存活率的比较 我们添加了光合菌之后 它们的存活率也都会明显高于第一阶段 这边是我们目测的水质变化 第一天没有添加任何素材 到第七天有添加素材后 水质会变得明显浑浊 最后是我们的讨论 我们可以发现云母的价值相对比 其他吸附素材还要便宜 最后是我们的结论 第一,云母对于白虾养殖是具有进化水质的能力 第二,光合菌添加让白虾养殖的水质更加稳定 第三,云母的价格相对便宜 能够降低渔民的养殖成本 以上是我们的报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